來自日本的壓縮機很稀少 來自日本的記憶卡沒有很稀少 大家都買得到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記憶卡 這兩款記憶卡是來自Toshiba的 都可以錄製高畫質的影像之外 傳輸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接下來我們從外觀上面的一些 Logo或是一些符號來做簡單的介紹吧 接下來簡單教大家怎麼看 記憶卡包裝上的資訊吧 記憶卡有分為三種類型 SD卡最高容量為2GB SDHC最高容量為32GB SDXC最高容量為2TB 目前最常見的容量是64GB 但是記憶卡的價格逐年下降 如果要拍攝4K最好是買到128GB 畢竟支援128GB的手機也越來越多了 不過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 手機支援的記憶卡容量最大到幾GB 記憶卡等級 從早期的Class2到10 到目前市面上常見更快的U1、U3 Class10最低速度為每秒10MB U3最小速度為每秒30MB 由此速度來看 Class10在傳輸4K影像的時候 還是稍嫌慢了一點 既然我買的相機都支援U3了 那就直上U3吧 記憶卡包裝上除了U3、SDXC 容量等基本的標示之外 還標了一些數據等級 第一張在數據上大小為MicroSDXC 128GB 每秒讀取速度為98MB 寫入速度為65MB 支援4K錄影 支援Android裝置 防水等級IPX7 經過5米凋落測試 現代次世代行動主機所需要的高速讀取 與旗艦級手機所需要的安全存取照片影片 和4K錄影的需求 這張記憶卡的確是非常的符合呢 盒裝上當然也有附上轉SD卡 不論是傳輸到電腦 還是手機錄影的需求 都能及時支援 現代旗艦級手機幾乎都是使用防水防摔的材質 記憶卡當然也要跟著支援 才能完整的保護檔案 第二張規格為SDXC 128GB 每秒讀取速度為95MB 寫入速度為75MB 支援4K錄影 這張專門給相機使用的記憶卡 需要更高的寫入速度 才能勝任相機在連拍 錄製4K影片的速度 當然給我新買的相機 後續傳輸到電腦的速度 應該能夠省下不少的時間 而記憶卡的速度 對於相機拍攝錄影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在連拍時速度不夠快的記憶卡 可能有卡頓或是資料流失的問題 所以使用高速記憶卡 才能好好保留當下想記錄的美好畫面喔 以上利用規格來選購記憶卡 的確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但單看數據沒有實際上很快的感覺阿 那我們就利用一些實際的例子來做測試吧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利用USB3.0的讀卡機 傳輸100張7MB大小的照片到筆電 第二個我們利用USB3.0讀卡機 傳輸1區的影片到筆電 第三個我們利用測速軟體來測試兩張記憶卡的速度吧 在看完測試速度和日常使用體驗後 相信在未來拍照、錄影、傳輸都會變得順暢又省時 我自己比較偏好日系的產品 因為家人和自己的記憶卡都因為無預警損壞 而造成檔案流失的經驗 對於記憶卡的產地變得非常在意 而這兩張記憶卡製造地N410為日本製造 M303為台灣製造 著實放心了不少呢 另外在盒裝內也附上了數據恢復軟體序號 能夠恢復剛不小心刪除的檔案 真的也是蠻貼心的 那看完以上的介紹呢 不知道大家對於買記憶卡還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喜歡這影片呢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跟IG 還有科技網站也要記得去看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